我覺得 你舉那塊板子上面說的 就是一個抹黑 我不能講我的啊 我講你這個女孩子舉那個牌子 我覺得遮遮掩掩 的確遮遮掩掩啦 不然你幹嘛這樣 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我有沒有我的言論自由 我認為你上面寫是屁話 我就變歧視女性 我也很 我自己也很尊重女生的 但是不要 女權這種事情 你把它拿出來沒有上線 沒有人說你不能拿 但是也沒有人 台灣中華民國 法律保障言論自由 我也有我講話的 權利 我認為你拿這個牌子就狗屁不通 怎樣 這樣就屁事女性了 哇 那男生好可憐喔 職業學生就職業學生 在那邊跟他們講 屁事女權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好不好 你職業學生耶 你是有目的的耶 你當做人民瞎啦 我們來講今天的重點 我罵小妹妹什麼啦 斷章取義啊 影片做一半啊 我的影片都在啊 沒有前面只有後面啊 你可以來這邊舉牌 喔 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我也有我的啦 對不對來對不對 你有你的舉牌自由 我也有我批評你的自由 我覺得 你舉那塊板子上面說的 就是一個抹黑 我不能講我的啊 我講你這個女孩子舉那個牌子 我覺得遮遮掩掩 的確遮遮掩掩 不然你幹嘛這樣 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我有沒有我的言論自由 我認為你上面寫是屁話 我就變歧視女性 喔 我也很 我自己 也很尊重女生的 但是 就是不要 女權 這種事情 你把它拿出來沒有上限 誰歧視女生 你們民進黨現在最歧視女生 半個凱到所有你們綠的政論節目都說男生9比1啦 沒有沒有女生去啦 你們最歧視女生啊 我是針對他這一張的言論 我表達不滿 柯文哲的歧視女論 我覺得沒有啊 難道我不能講嗎 職業學生嘛 職業學生嘛 對不對 職業學生就職業學生啊 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我不能有我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你放 你拿這樣牌子就放狗屁啊 什麼時候是歧視女性 沒有人說你不能拿 但是也沒有人 台灣中華民國 法律保障言論自由 我也有我講話的 權利 我認為你拿這個牌子就狗屁不通 怎樣 這樣就歧視女性了 哇 那男生好可憐喔 男生也好多舉牌 也被罵耶 哇 那男女 男女現在是 你是要派女孩子出來舉 我們覺得這個訴求 我覺得你舉這個是狗屁 我們就變歧視女性了耶 民進黨 你要玩這一套喔 那你先解釋一下嘛 什麼叫做9個男的1個女的 你自己先歧視啊 我只是針對他男的看板 我覺得這個是在放狗屁 而且重點是他是職業學生 職業學生就職業學生 在那邊跟他們講歧視女權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好不好 不要再跟我來 別再跟我講這一套 你職業學生耶 你是有目的的耶 你當做人名瞎啦 來大家看這張圖就好 這個叫歧視 這來亂的啊 來自己看 看看看看看看 我不認同你的言論啊 我也不認同你舉那塊板子啊 我不認同不行啦 對此無黨籍台北市議員 林亮君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館長直播真的是看到血壓高 以下說上街的女學生 低著頭遮遮掩掩 以下又說她是職業學生 我就問你有什麼證據嗎 拿出來啊 沒這沒句 這就叫做抹黑 另外林亮君也指出 女學生舉牌上寫的 柯文哲的歧視女論 每一句都是從柯文哲嘴巴講出來的 716集會你說主題是居住正義 司法正義 那為什麼看到女學生講 柯文哲歧視女性 館長在那邊跳腳 還是你打從心底就定掉 這常識挺科大集會